第八十章 双生五婚的奥秘 上 说完这句话 奥斯卡猛地拉起凌蓉蓉的小手 送到自己面前用力地亲了一下 这才一脸兴奋地转身就跑 眨眼间已经不见了 不说话就是默许了 凌蓉蓉呆呆地看着奥斯卡离开的背影 感受着手背上残留的属于他的温度 一时间不禁有些吃了 他知道自己心里确实有他的位置 只是这个位置在种种原因下却并不稳定 看着奥斯卡那无比兴奋离开时的样子 凌蓉蓉的心在渐渐地融化 他的喜悦完全是因为自己 那火热的感觉是凌蓉蓉一生之中第一次感觉到的 蓉蓉 你怎么在这里 正在这时 熟悉的声音从另一个方向传来 将呆之中的凌蓉蓉惊醒 转身看时 只见凌蓉志和古蓉在赵无极的陪同下 正从教学楼的方向走了过来 凌蓉蓉吓了一跳 赶忙收敛心神 爸爸 你们要走了吗 凌蓉志点了点头 宗门还有许多事需要爸爸处理 你在这里要听老师们的话 继续努力修炼 爸爸希望过段时间在看到你的时候 你还能带给爸爸惊喜 赵老师 蓉蓉就拜托贵学院了 如果以后贵学院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七宝流离宗亦不容辞 凌蓉志的许诺可以说 比任何一位封号斗罗还要管用 尽管赵无极也是桀骜之辈 可此时在凌蓉志面前却收敛得很低调 宁宗主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蓉蓉 您慢走 说完 赵无极很识相地转身向学院内走去 将私密空间留给了宁峰志妇女 宁峰志抬手摸摸女儿的头 咦 蓉蓉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是不是病了 顺手摸了摸女儿的脸蛋 发现宁蓉蓉的小脸不但红 而且还有些发烫 宁蓉蓉赶忙拉掉父亲的手 没有 我好得很 爸爸 你不多留一会儿了吗 宁峰志微微一笑 道 傻丫头 你也快十四岁了 就要是大姑娘了 好好在学院学习 这段时间 你的学业让爸爸很满意 不但是实力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你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以后你可以多和你那三个亲近亲见 唐三这孩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从他身上 你应该能够学到不少东西 宁蓉蓉一直目送着父亲与古斗罗离去 这才缓缓走回学院之中 想了半天 他还是决定要找奥斯卡 把事情说清楚 至少要让他知道自己宗门的规矩 他说的对 长痛不如短痛 不论如何 自己也不能在未来 给他造成感情上的伤害 想到这里 宁蓉蓉大步走回学院之中 直奔食堂而去 由于奥斯卡的食物系五魂 他的拟态 修炼地食堂自然是最适合的 当宁蓉蓉来到食堂时 正好在食堂的角落中 找到已经开始修炼的奥斯卡 从奥斯卡脸上 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专注 哪怕他在感情上的思想并不成熟 也明白奥斯卡的专注是因为自己 那一刻 宁蓉蓉不禁有些失神 如果现在自己将宗门的规矩告诉他 他会不会选择自暴自弃呢 如果是那样 岂不是自己害了他吗 他也是一名天才型的魂师 就算将来 自己不能和他在一起 也不能让他就此荒废 算了 等等再说吧 想到这里 宁蓉蓉心中反而松了口气 在他内心深处 其实也是不愿意就此拒绝奥斯卡的 只是连他自己 也摸不清自己的心态而已 宁蓉蓉暗暗决定 这件事 等到参加过高级魂师大会之后 自己再和奥斯卡说清楚 学院的生活 随着大力神与七宝琉璃宗宗 主宁风至等人的离去 又恢复了正常 只是多了许多 小到消息而已 唐三 宁蓉蓉等人 无疑成了学员们争相讨论的对象 就连学院的高级班 也格外受到老师们的重视 从泰坦认出唐三身份的第二天开始 唐三身边就多了一个人 泰龙 每天只要唐三一出现 泰龙就会立刻跟在他身边 他的理由很简单 泰坦让他贴身保护唐三 做唐三的跟班 对于这一点 唐三很不以为然 可泰龙每天 就那么非要跟在他身边 他也毫无办法 总不能再去揍他一顿吧 而泰龙脸上的神情 明显就告诉他 要么你打死我 要么你就让我跟着 无奈之下 原本兰霸学院的首席生 直接成为了唐三的影子 除了唐三修炼的时候以外 甚至连吃饭上厕所他 都要跟着 所谓贴身保护 五天后 唐三酒后的大师 弗兰德 刘二龙与戴木白 终于回来了 戴木白显得神采奕奕 整个人似乎又变得高大了几分 霸气逼人的同时 也更显沉稳 身上的气息内敛 虽然感觉不到真切的实质 但史莱克奇怪每个人都知道 这位老大的实力又有所增加 小三 谢谢你 一见到唐三 戴木白立刻上来给了他一个熊抱 幸好 唐三的身体也算结实 才没有被他这激动下的一抱 勒断了骨头 奥斯卡在一旁偷笑 道 戴老大 没想到你还有这个爱好 我以为你会给竹青一个拥抱呢 戴木白瞪了他一眼 道 小奥 你皮痒是不是 几天不见 你似乎很跳啊 一边说着 他眼角的余光也同时落在朱竹青身上 朱竹青依旧是那么冷 似乎戴木白回不回来 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事的 这令戴木白的好心情不禁大打折扣 我抱小三 是因为小三对我的帮助 拿到魂魂后 我才感觉到 自己魂力真正提升的幅度 我的魂力 现在已经达到了四十三级的程度 从四十级到四十三级 除了魂环帮助下 看上去虽然只有两级 但你们要知道 魂力越向后提升 每一级所需要的魂力 也就越庞大 这已经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了 更关键的是 现在我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四肢力量大增 而且 体内经脉也比以前更加宽阔 更有弹性 这都是那株奇荣通天菊的作用 听了戴木白的话 众人不禁纷纷点头 除了小五手中还拿着那香丝段长红 没有感受过先品药草的帮助以外 其他人都在唐三的珍贵药草下 得到了极大的帮助 戴木白黑黑一笑 道 大家也要努力了 现在你们的等级都已经不低 我们不能辜负了 小三提供的天地至宝 在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开始之前 尽可能地提升到四十级 那样的话 我们就更有把握 取得好成绩了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冠军 其他名次对我们史莱克七怪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要让全大陆的魂师学院都知道 我们是怪物 怪物学院出来的怪物 戴木白在这边给大家打气 另一边 赵无极也将弗兰德三人走后 学院发生的事项 三人详细地交代了一遍 听完赵无极的话 大师立刻站起身 我要去找小三谈谈 不能因为绅士的问题 而影响了他修炼 刘二龙刚想说些什么 但却被弗兰德眼神制止了 只得看着大师快步出了房间 往学院宿舍而去 傅老大 你说 小刚是不是块木头 他怎么还和以前一样 我怎么觉得 再次见到 他比不见是更加痛苦 刘二龙有些忧愿地说道 从唐三被毒斗罗抓走后 三人营救不成 险些被毒斗罗杀死 回到学院 大师又变回了原本的样子 对刘二龙既不亲近 也不远离 每当刘二龙刻意要去亲近他的时候 他却总是找些理由 尽量躲避 根本不给刘二龙亲近的机会 这领柳二龙极为郁闷 弗兰德苦笑道 小刚那脾气 你还不了解吗 只要他心中那个结解不开 他就一直会这样下去 我看 你不如在唐三身上多下点功夫 现在小刚心中 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他了 他对小刚的劝说 比你我来的还要管用 柳二龙眼睛一亮 回头我试试吧 不过 恐怕也难 我太了解小刚了 除非是他自己想通 否则别人的话 很难起到作用 学员宿舍 还没走进房间 大师就听到史莱克奇怪 正在里面聊天的声音 门开着 他先在房门上敲了敲 这才走了进去 一看到大师来了 习惯性 阴影令所有人赶忙都站了起来 那魔鬼训练给他们留下的印象 实在太深刻 对大师除了尊敬 还有几分畏惧 当然 也少不了钦佩 尽管大师实力并不强 但对他们的战术指导 却妙道豪颠 第八十章 双生五魂的奥秘 中 跟随大师修炼 每个人都有种事半功倍的感觉 小三 你跟我出来一下 大师挥了挥手 是意众人作 单独叫了唐三 唐三赶忙起身 跟着大师来到了外面 大师带着他 一直来到自己所居住的宿舍 关好门 示意唐三在沙发上坐下 大师的房间 显然不是学员宿舍所能相比的 刘二龙将以前自己 在教师宿舍的院长室 直接让给了他 整个房间不但面积极大 而且充满怀旧情调的装饰 以及通透敞亮的玻璃 都给人一种十分舒服的感觉 老师 您都知道了 唐三坐在沙发上 眼中有些失神 这几天 尽管再没有人来打扰他 可绅士的问题 还是一直困扰在他心头 以至于修炼都不像以前那样 专注 他也不敢抢求自己 万一走火入魔 那就得不偿失了 大师点了点头 我已经知道了 或者说 我早就已经知道 什么 唐三猛地抬起头 吃惊地看着自己的老师 大师走到唐三面前坐了下来 你不用惊讶 听我把话说完 还记得在诺丁学院时吗 你刚来到诺丁学院之后 我就说你做了弟子 那是因为 我看中了你的双生武魂资质 但我当时也并没有看出 你那另一个武魂 就是浩天锤 直到有一天 你父亲亲自来找上我 并给了我这个 一边说着 大师手上光芒一闪 从随身的魂倒其中 取出一面令牌 令牌上雕刻着 栩栩如生的六种图案 颜色虽然并不抢眼 但早已听大师讲述过的唐三却知道 这是武魂殿的最高徽章 只有武魂殿长老及以上人物才能拥有 仅次于教皇的权威 大师道 那时候 我才认出了你父亲的身份 他就是大陆上赫赫有名 也是我的偶像 最年轻的封号斗罗唐浩 你父亲的封号 正是 浩天 浩天 浩天斗罗 别人或许会欺骗自己 但唐三知道 大师绝对不会 此时此刻 他至少已经可以确定 父亲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 而且还是魂世界最顶尖的存在 大师继续道 我和你的父亲并不熟悉 他只是交代我 让我好好地照顾你 在这面令牌上 一共有六种图案 当初我告诉过你 它们分别代表着六个 对武魂殿有特殊贡献 或者是武魂殿长老身份的人 你知道吗 这令牌也只有六款 其中的六种图案 其实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 乃是武魂殿所属的三位封号斗罗 另一部分 代表的就是 现今七大宗门中 上三门的三位封号斗罗 而这三位封号斗罗 也被武魂殿授予名誉长老的身份 唐三的目光 凝固在那枚令牌上 令牌上的六种图案 分别是剑 锤 皇冠 一个不完全的人形 一条龙 以及一朵菊花 这种令牌 还有一个象征着地位的称呼 名叫天斗六皇牌 其中的剑 代表的 就是七宝琉璃宗中的剑斗罗晨星 但他这块令牌 其实是属于七宝琉璃宗的 由你几天前见过的宗主 宁峰至掌管 龙 代表的 就是我出身的家族兰殿霸王龙 由我父亲掌管 而锤 代表的 就是浩天宗的浩天锤 而掌管的人 却是你的父亲 而不是当代浩天宗宗主唐天 浩天宗一门双斗罗 唐天 唐浩两兄弟 曾经令整个魂世界 为之颤抖 唐天室你大伯 他比你父亲 足足大了15岁 在60岁那年 顺利突破了90级 进入封号斗罗的层面 而你父亲 获得封号斗罗 却是在13年前 那时候 他才不过44岁 所以我才会说 他是当今天下 最年轻的封号斗罗 也是我的偶像 唐三心中一动 13年前 那不是我出生的时候吗 大师愣了一下 是的 应该就是 你出生的那年吧 你父亲登上了 魂世界的巅峰 而且 据传闻所说 他凭借着自己 刚刚进入90级的实力 连拜五魂殿 两大封号斗罗 也就是这牌子上的 这朵菊花 与那个人形 所代表的人物 分别是菊斗罗 与鬼斗罗 要知道 他们都已经成名多年 实力早就突破了95级 可却依旧无法承受 你父亲 浩天锤的威力 虽然我没能亲眼看到 但却能够想象得出 那一战是怎样的 令人热血沸腾 我爸爸 为什么要和两名 封号斗罗 先后交手 唐三忍不住问道 大师摇了摇头 这我就不知道了 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这似乎是浩天宗 与五魂殿之间的秘密 从那一战之后 你父亲就消失了 而浩天宗也收敛生息 以当时第一魂师宗门的 身份隐匿 虽然现在仍然保留着 第一宗门的威名 但一些新生魂师 对浩天宗 却已并不熟知 当你父亲再次出现时 也就是在六年后 出现在我面前 浩天宗内部的情况 我并不太清楚 只是隐约听说 你父亲与你大伯之间的关系 似乎并不和谐 而他在与两位封号斗罗大战之前 就已经离开了浩天宗 唐三呆呆地看着大师 一时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迷茫 眼睛却已经有些发红 从父亲能够找上大师 并将这块如此重要的 天斗六皇牌之一 留给大师 就能够看出他对自己的重视 他是爱自己的 他的离去 或许是一种无奈 或许有许多的事情要处理 可是 爸爸 你为什么不肯再回来看我一眼呢 大师道 小三 不要多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或许你的父亲 从没有离开过你身边 唐三一愣 为什么 大师脸上突然流露出 一丝古怪的笑容 还记得你在 刚到史莱克学院的时候 做了什么吗 唐三疑惑地摇了摇头 大师道 我也是听弗兰德所说 当时 因为赵无极一时寄养 亲自审核你们几个孩子 而你却用暗器 好好招呼了他一顿 自己却也受了伤 对吧 唐三点了点头 大师微笑道 可你有没有发现 之后赵无极出现了什么变化 唐三努力地思考着 但因为父亲的事 他的心已经乱了 一时间有些记不起当初的情况 大师道 你难道忘记了第二天开始 赵无极鼻青脸肿的样子吗 弗兰德说 赵无极在你暗器上 吃了亏的那天晚上 突然来了一名黑衣人 将赵无极引出了学院 然后 赤手空拳揍了赵无极一顿 那时候 弗兰德也已经赶去了 但他却没敢动手 因为 那揍了赵无极的人 连武魂都没有释放出来 你要知道 赵无极拥有76级魂力 能够不使用武魂就打倒他的 会是怎样恐怖的实力 而那个人 就是你的父亲 你是说 爸爸来看过我 唐三猛地站起身 身体在激动之下 微微地颤抖着 大师点头道 是的 这不过是一年多前的事 他曾经来看过你 但却并没有见你 如果我猜得不错 他不见你一个 是因为不希望影响你的修炼 另一个 恐怕是因为他怕见了你之后 自己就舍不得走了 我想 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必须要去做 所以才一直不肯见你 爸爸来看过自己 还揍了令自己受伤的赵无极老师 唐三的心 突然变得灼热起来 当他看到泰龙的父亲 泰诺为了儿子 而上门挑战的时候 他不知道有多么羡慕 而此时当他得知 同样的事情 早在一年多前 自己的父亲也曾经做过 那种自豪和温暖的感觉 令他这些年积蓄地怨悄然消失 大师道 所以我才会说 你爸爸随时都有可能在你身边 当他认为 时机成熟的时候 自然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你姓唐 身上背负着浩天洞的直系血脉 我告诉你这些 就是要让你明白 不论是为了你自己 还是为了你的父亲 既然你选择了走婚师这条路 就不能停歇 或许你的父亲也同样需要你的帮助 可如果你因为身世而颓废 影响了自身的修炼 将来还怎么帮他 或许他不会因此而怪你 但他却一定会失望 你是浩天窦罗的儿子 你的身上传承着你父亲的血液 你要用行动和实力 向你父亲证明 你有帮他的资格 或许 你父亲正是在等你的实力 达到一定程度 才会在你面前出现 也说不定呢 从出生到现在 唐三和大师在一起的时间比 和自己的父亲还要长 可以说 大师和小五 是他除了父亲以外 最亲近的人 第八十章 双生五魂的奥秘 下 几天以来的迷茫 矛盾 复杂的心情 在大师这一番话的作用下 茅塞顿开 眼前也竟是一片豁然开朗 就算自己现在 能够弄清楚一切 又能如何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自己现在所能做的 就像老师所说的那样 努力修炼 用行动证明给父亲看 爸爸 你真的一直在暗中 注视着我吗 那好 你等着看吧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看着唐三神色间的变化 大师不禁暗暗点头 他知道 唐三是个聪明人 有了自己的点醒 他已经明白了 这也正是大师 把他叫过来的目的 老师 我还有两个疑问 唐三眼中神光重现 又恢复了以往的甜淡自如 大师道 你说 唐三道 第一个问题是 您知不知道 我的母亲是什么人 从我出生以后 就没再见过母亲 父亲也从不提起 我隐约感觉到 父亲六年 沉迷于劣之卖酒之中 很可能与我的母亲有关 大师汉手道 你说得不错 从你自有没有母亲来看 你父亲的颓废 很可能是因为你母亲 但是 你母亲的身份 却更加神秘 别说是我 在魂师界 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他是谁 他似乎并不属于 任何一个大的魂师家族 这一点 从你身上的蓝银草 就能看出来 蓝银草是标准的废五魂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双生五魂 也是变异五魂的一种 能够允许两种五魂共存 对魂师的身体 本身是会产生一定破坏性的 就像马红骏以前的邪火 会给他造成困扰一样 可奇怪的是 你体内的两种五魂 却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在一起非常和谐 而且 你的蓝银草 在修炼过程中 似乎也并不困难 魂力提升速度很快 如果说你的先天满魂力 是浩天锤带来的 可蓝银草修炼 为什么会快速呢 即使是双生五魂 应该也没有这个道理才对 对于大师的疑问 唐三道没有多想什么 虽然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的两种五魂 能够那么圆容地共存 但自己的魂力 却是按照玄天宫的修炼方法 提升上来的 似乎与五魂关系并不大 只不过唐门秘星 他不能说出来而已 老师 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父亲 和您都不让我修炼浩天锤呢 按您所说 浩天锤 应该是一种极品的弃五魂 显然比修炼蓝银草 更有前途 我父亲 也是一次成名的 难道是为了掩盖 我出身于浩天宗的身份吗 听唐三这么一问 大师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不论是你父亲 还是我 都是为了你好 并不是从掩盖你身份出发 而是为了让你将来 变得更加强大 你告诉我 双生五魂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两个五魂的技能 一个五魂 最多只能有九个魂环 也就是九个技能 而我有两个五魂 那就是十八个技能 大师眉头微皱 傻小子 亏你和我学了这么久 怎么还看不清楚呢 不错 双生五魂在修炼到 风号斗罗境界后 确实可以拥有十八个魂环 十八个魂技 可是 你不要忘了 你虽然是双生五魂 但同时却只能使用一种五魂 也就是说 你同时最多 也只能使用九个魂环而已 虽然变化会比普通魂是多一些 但这就是双生五魂的奥妙所在 那你也太小看双生五魂的天赋了 唐三脑海中灵光一闪 老师 你的意思是说 大师点了点头 道 我和你父亲都主张 让你先修炼蓝银草五魂 正是因为 它远不如浩天锤 双生五魂最大的优势 就是能够先将一种五魂修炼起来 虽然你的浩天锤 现在一个魂环都没有 可你的魂力 却已经达到了三十七级 你想想 如果你 现在开始给浩天锤天加魂环的话 那么 那将是什么级别的魂环 是千年 如果你的蓝银草 达到风号斗罗的层次时 再给浩天锤天加魂环呢 那又是什么级别 我和你父亲的目的 就是要创造出一个 拥有全部万年以上魂环 不可思议的存在 而这种情况 也只有在拥有 双生五魂的魂师身上 才有可能出现 你的另一个五魂是蓝银草 我没期望着 你把它修炼到九十级 但只要你把它修炼到六十级以上 那么 你在未来 就有可能达到全万年魂环号天锤 那时候 别说是一个封号斗罗 就是一次来两个 又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 同样九十级 你凭借九个万年魂环附加的各种属性 又岂是普通魂师所能相比的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唐三眼中的光芒亮了 浩天锤他也曾经用过 当初正是凭借一个魂环都没有的浩天锤帮助 才成功击杀了人面魔珠 浩天锤的重量是那么恐怖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本身的强横而存在的 大师看着唐三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 就是你这两个五魂 是否会在你给浩天锤增加魂环的时候 产生冲突 在魂师的历史上 你是第三个拥有双生五魂的人 聪明人并不只有我们 我们想到的 别人也一样能想得到 第一个拥有双生五魂的魂师 结果十分凄惨 在他给第二五魂增加魂环的时候 当增加到第三个的时候 两种五魂产生了冲突 暴天王 而第二个拥有双生五魂的人 却成功了 成为了史无前例的强者 也就是说 双生五魂按照这种修炼方法 成功的几率只有50% 或许 你的几率更大一些 毕竟 你身上的浩天锤和蓝银草 直到现在 还没有产生过冲突 这些年 我一直在研究的 也就是这个问题 如何在你将来给浩天锤 附加魂环的时候 能够让它们不产生冲突 双生五魂不让人知道 是怕一些强大的魂师对你不利 让你先修炼蓝银草 则是出于变得更强的想法 现在你明白了吧 至于将来你如何选择 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在大师的详细解释下 唐三对自己的双生五魂 不仅有了全新的认识 老师 那您让我锻炼身体 是不是也因为双生五魂 蓝银草增加魂环的时候 会对我身体有所增幅 像力量 敏捷 控制力 而当我以后给浩天锤 增加魂环的时候 这种情况 不是会同样出现吗 也就是说 我身体的属性 最多可以增加18个魂环的 虽然这些属性和魂技相比 并不算什么 但累加如此之多 却依旧十分恐怖 大师点了点头 道 没错 这也是我担心的一点 各种属性的增加 对于一般魂师来说 当然是好事 可是 当属性增强到一定程度 而身体无法承受时 就会有好处变成灾难 所以我才会要求你 锻炼自己的体魄 这次你吃过了那两种 极端的先品药草后 身体似乎得到了不小的改善 我现在能够肯定的是 将来你再给浩天锤 增加魂环时 至少前三个魂环附加的属性 不至于给你带来太大的负荷 至于其他的 就要看情况了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要 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将这些属性分散 魂环附加的属性如何分散 唐三好奇地问道 大师指了指唐三的后背 道 忘了吗 你还有那外富魂骨 当你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 最好是再多拥有一两块魂骨的时候 当身体无法承受魂环带来的属性时 这些多出的属性 就会融入到你体内的魂骨之中 这样一来 你自身所承受的压力 就会变小 坏处是 一旦被人得知 想要杀你爆魂骨的人 恐怕会大幅度增加 你现在双生五魂尚未成形 知道的人也少 还不算什么问题 至于以后就不好说了 所以 我一直提醒你 除非生命危机 一定不要轻易 显露你的浩天锤 就是这个道理 再过半年 就是高级魂师学员大赛了 我再次提醒你 在这魂师大赛之中 一定不要使用浩天锤 是 老师 大师轻轻地拍了拍唐三的肩膀 怅然若失地道 小三 我能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但有一点你一定要清楚 生活在一个大家族中 尤其是一个魂师宗门之中 并不见得就是好事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约束 以及宗门内部的暗斗 对修炼都没有任何好处 第八十一章 小五 哥 替我梳头 大师语重心长地对唐三道 现在 你虽然已经知道了 自己出自浩天宗的身份 但我希望 你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 不要轻易去寻找自己的宗门 也不要把心思更多地放在这上面 你能明白老师的苦心吗 唐三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道 老师 我明白 不论做什么 都要以实力为先 在没有我自认为足够的实力之前 我绝不会轻易去寻觅好天宗的 或者说 至少要等我父亲出现 我才有回宗门的可能 而且 你也知道 我一向喜欢自由 宗门的生活 本身也不适合我 其实 我更愿意 自己只是一个铁匠的儿子 身份对我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大师惊讶地看着唐三 毕竟 唐三在他眼中 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没想到 自己的这位弟子 居然能够看得如此通透 僵硬的面庞上 不禁笑容流露 再次拍拍唐三的肩膀 这样的话 我就放心了 还有半年的时间 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即将开始 这不但是一个展示你们的舞台 也是你们历练的最佳时机 在这场全大陆性质的大赛上 你们将遇到 所有年轻一代的魂师强者 战胜他们 征服他们 不但会提升你们的实战经验 同时也是建立信心的机会 我已经和弗兰德商量过了 等到这次魂师大赛结束之后 你们这几个孩子 就可以从学院毕业了 毕业 老师 这是不是太早了一些 唐三吃惊地说道 大师微笑摇头 不 已经不早了 普通高级魂师学院 实力达到30级 已经可以毕业 而且还算是优等生 而你们现在哪一个 也不止30级 就算从史莱克学院的角度出发 我想 你们参加过这场大赛之后 应该也能达到40级左右了 小三 学院并不是一切 对于你们的人生来说 在学院修炼只是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要在外面世界的锻炼 那才是考验你们的真正战场 不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 唐三都没有太多在社会历练的经验 但他看着大师眼中肯定的目光 知道老师做出的决定 是不会错的 或许是因为 一直没有在外面的世界待过 对于未知的可能 他心中多少还有些恐惧 当然 现在还并不是去思考这些的时候 唐三也自然想不到 等他真正到外面世界闯荡的时候 已经是六年后的事了 从大师的办公室走出来 那种豁然贯通的感觉 令唐三身心说不出的舒畅 他已经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出身宗门又怎样 父亲是封号斗罗又怎样 那毕竟都不是自己 只有先让自己先变得强大 这些才有意义 唐三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对于自己目前这个年纪来说 没有什么比修炼更加重要 全部心力也自然都应该放在这上面 而不是胡思乱想 从这点开始 不论是唐三 还是史莱克奇怪的其他人 都进入了半年的艰苦修炼之中 大师没有再对他们进行任何特训 只是每过一段时间 就对他们进行一次战术指导 尤其是对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 以及如何才能将自己的魂迹 更好使用等技巧 看上去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魂迹 只需要施展就可以了 可实际上 这其中却包含着极大的学问 什么时候施展什么魂迹 魂力多少的情况下 又施展什么魂迹 每一种情况都暗含玄机 而大师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上 花费了自己几十年的时间 有了他的指导 史莱克奇怪可以说少走了无数弯路 正如唐三在将仙品药草 送给众人时候所说的一样 仙品药草的药效发挥 绝不只是当时释放出来的而已 随着不断的修炼 除了没有服用相思断肠红的小五以外 每个人都能感觉到 自己身体上的变化 不只是魂力提升的速度 要比以前快 更重要的是 仙品药草对他们武魂 以及身体的改造 唐三精挑细选的药草 几乎都是最适合他们每个人的 在他们不断修炼中 潜移默化 药草中蕴含的天地之力 渐渐与身体融合 令他们的实力全面增幅 哪怕是算不上仙品的九品子汁 也帮助大师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 魂力从三十级提升到了三十五级 而史莱克七怪众人 利用这半年时间 除了戴木白的魂力纸 提升了一级半 达到四十四 接近四十五级的程度以外 剩余的六人 也只有小五 没有达到四十级的瓶颈 第一个冲破四十级瓶颈的人令 所有人都感到了意外 本来大家以为 这个人选不是在服用仙品药草时 就已经达到三十八级的朱竹青 就是修炼刻苦 天赋异禀的唐三 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在他们六人中 最先突破四十级的 却是最不好修炼的 食物系魂是奥斯卡 他在修炼了四个半月的时候 就成功突破了瓶颈 正式踏入了四十级的门槛 只需要再获得魂环 称号就可以从魂尊 正式提升为魂宗了 别人不知道奥斯卡的努力 唐三却再清楚不过 那次从家族回来之后 奥斯卡的修炼 就要比以前勤奋了许多 以前的奥斯卡 是最是睡的一个 可这几个月以来 唐三却没看到 他睡过一次 甚至很少回宿舍 每天都在最适合他修炼的 食堂苦修五魂 他的实力能够提升这么快 固然和六瓣仙蓝有关 但他的努力与付出 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修炼到五个月的时候 朱竹青也突破了四十级 两天之后 唐三突破 再过十天 马红俊和宁荣蓉也先后突破瓶颈 至此 除了没有服用先品药草的小五以外 史莱克七怪其余六人的实力 都达到了四十级的程度 在大师的积蓄理论中 突破瓶颈不一定就非要 先去拿到五魂 继续修炼 魂力依旧会积攒 会随着拿到魂环而释放 由于众人魂力情况接近 大师决定 当众人都达到四十级之后 再去猎杀魂兽 当然 小五是不能等了 当众人都达到四十级的时候 他因为没有服用先品药草 还在从三十七级 向着三十八级冲击 想要达到四十级 至少也还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唐三曾经劝说过小五几次 让他服用相思段长红 可小五却说什么也不肯 每天都将相思段长红 待在自己身边 说不出的真实 而那相思段长红也很奇怪 在没有任何养分 滋润的情况下 跟随在小五身边 竟然能自行吸收天地之力 非但没有枯萎的迹象 反而更加鲜艳欲滴 与小五在一起 交映生辉 他那看上去柔弱的花枝 花瓣 却比任何金属都要坚韧 令人嘖嘖称奇 这半年的时间 唐三也完成了 自己与七宝琉璃宗之间的约定 七宝琉璃宗的财力果然强大 仅仅半年 就制造出了所需的零件 由唐三组装 完成了对宗门直系弟子的装备 还有些剩余 作为后备储藏起来 也正是因为 需要花时间去制造这些东西 唐三修炼的速度 才会慢于奥斯卡与猪猪青 第三个才突破四十几 在这期间 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宁峰智拿回图纸后 就命令手下工匠 进行制作和研究 甚至用成品去对比 但不论怎样 却也无法制作出任何一样暗器 那些成品暗器 哪怕是拆下一个零件 七宝琉璃宗的工匠 也别想再将气安上去 无奈之下 最后这装配的工作 也只能由唐三来完成 虽然对于七宝琉璃宗来说 这也不能算是吃亏 但终究还是让宁峰智 多少有些难堪 他又怎么知道 唐三使用的 乃是唐门研究了 数百年的制作技巧 唐门难道不怕 别人仿冒本门的暗器吗 在这所有的制作之中 都隐含着一些 只有唐门弟子 才会的特殊技巧 就像是密码一样 存在于暗器的每一处 只要错落了任何一道密码 也无法将暗器制作的秘密 解答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 唐三放心将图纸 交给宁峰智的重要原因了 夜幕降临 唐三难得的没有修炼 坐在木屋前 靠在木屋的墙壁上 望着夜空中的点点星光 作为一名植物吸魂师 他的拟太修炼地 自然要在植物之间 而当初柳二龙所居住的幽静木屋 也就属于了唐三 唐三很喜欢这里的环境 在这里修炼 不但安静 而且那清新的空气 与植物散发的味道 更是他最喜欢的 第81章 小五 个 替我梳头 中 小五坐在唐三身边 脚轻轻地荡着 双手撑在坐下的圆木之上 仰起小脸 在星月之光的照耀下 更显娇俏 半年过去了 高强度的修炼 足够的营养 令正处于发育期的史莱克七怪 都有所变化 唐三的身高 现在已经略微超过了小五 达到了接近1米8左右 小五也是三个女孩子中最高的 达到了惊人的1米75 而现在的唐三 不过才刚过14岁升约 小五距离14岁 还略有差距 唐三的肩膀 比以前要宽阔了一些 整个人看上去 依旧是那么普通 眼神内敛 如果史莱克七怪七个人 走在一起的话 他绝对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个 戴木白经常取笑他 说最不引人注意的 才是最危险的 小五的身高增长速度 已经变得缓慢了下来 从两个月前开始 就已经不再增加了 蝎子发便依旧垂过小腿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 凝蓉蓉的传染 他的皮肤也变得更加细腻 而专属于女孩子的一些部位 也开始发育起来 最吸引人的依旧是他那双长腿 浑圆笔直 找不到任何一分瑕疵 凝蓉蓉和朱竹青也同样很美 但他们也都极为羡慕小五的腿 三个女孩子本身就各有特点 如果说原本小五在滋容上 还要略逊色于朱竹青和凝蓉蓉蓉的话 这半年以来 他看上去却更加靓丽 不但追上了二女 甚至还有些微反超之事 但因为其他人天天都和他在一起 大家并没有太强的感受而已 小五 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 唐三用肩膀碰了碰身边的小五 小五轻轻地点了点头 从自己的大腿上 拿起那株横放的相思断肠红 看着那花瓣上的流光一彩 送到嘴边亲吻一下 闻着那只有他 才能感觉到的淡淡花香 道 哥 我还没有达到四十级 你是不是很失望 唐三微微一笑 怎么会呢 你的修炼速度 已经比我想象的要快了 如果大家不是 都吃过仙品药草 恐怕你的修炼速度 还要超过我 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小五 修炼要循序渐进 切不可草制过急 否则一个不好 万一你因为急躁而走火入魔 那可就麻烦大了 你一定要警惕哥哥的话 千万不能有事 我们现在的整体实力已经很强 你不需要多想什么 用不了多久 你也一样 能够踏上四十级的水平线 我可以肯定 如果你肯吃下这珠像丝段长红 那么 你的魂力一定会超越所有人 达到我们中最强的程度 小五嘻嘻一笑 跳起身 道 放心吧 反正我不会拖大家后腿的 哥 你这次准备猎杀一头什么魂兽 唐三道 这谁能说得好 虽然已经有几种选择 但具体情况 还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遇到合适谁的魂兽 就由谁来猎杀 我们几个人的武魂都不类似 总有适合的 小五点了点头 道 希望大家的运气会不错吧 哥 你能不能帮我梳梳头 我的头发有些乱了 唐三愣了一下 梳头 这样的要求还是小五第一次向他提出 可是 你回去睡觉 头发不一样会乱吗 小五向唐三吐了吐舌头 你好笨啊 回去后 我一直修炼到明天早上不就行了吗 一边说着 小五从自己怀中摸出一把梳子 递给唐三 那是一把木书 看上去很普通 但木质却非常好 深紫色的梳子上木纹十分细腻 入手硬而坚韧 一丝淡淡的木箱从其上散发出来 如果不是唐三拥有紫棘魔童 在黑夜中也能看清楚细微的地方 他也会以为这把梳子是黑色的 也正是因为紫棘魔童的戒子境界 也无法从其木质上找到瑕疵 他才会惊讶 这把梳子的木质很好啊 唐三忍不住说道 小五点了点头 眼中似乎多了点什么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 是妈妈亲手所做 以上好的檀香子檀为原料雕刻而成 虽然没有任何装饰 但这却是妈妈最后留给我的东西 唐三从未听小五提起过家人 此时突然听到他提起自己的母亲 心头不禁漏跳了一拍 看向小五时 从他那双动人的美眸中 清晰地看到了几分晶莹的东西 小五抬手拢过自己的蝎子便 解开最下方打结的粉红色布条 他的双眼始终注视在唐三身上 左手扶着发便 右手从发根处缓缓疏动 原本成发便的黑发 在他的五指作用下徐徐散开 就像一片黑色的瀑布 逐渐延伸一般 星月之光笼罩 眼看着那发便在小五身前悄然披散 唐三的目光不禁有些吃了 此时的小五真的好美 星月似乎都成为了他的陪衬 只有他才是这幅画卷的中心 小五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 随着发便的散开而徐徐转身 当那发便最后的纠结也轻轻开启时 他的头微微一晃 那柔顺的黑色瀑布轻抖 竟然已经将他的胶躯完全遮挡 黑色绸缎一般的长发 一直垂到地面上 至少有一尺青浮脚下原木 此时的小五仿佛已经与夜色融为了一体 从唐三的方向 只能看到那片动人的黑色 或许是因为疏拢成发便的时间太长 长发散开 呈大波浪状 随着小五的身体 轻动而轻轻地摆动着 小五 你真的好美 唐三忍不住脱口而出 小五背对着唐三 但眼中的泪珠却已经悄然滑落 因为他想起了妈妈 哥 帮我梳头 小五的声音很轻 带着轻微的颤抖 也带着思思恐惧和期待 静静地等待着 唐三这才醒悟过来 轻悄悄地缓步上前 仿佛生怕惊动了眼前 这幅星月下的黑色瀑布一般 悄然来到小五背后 左手小心翼翼地 顽起那上带着小五体温的黑色长发 右手的紫檀木书轻轻落下 一点点地疏拢着他那动人的发丝 淡淡的清香从发肩传来 那香气令唐三感到很熟悉 并不是女人所用的胭脂味道 因为唐三知道 小五从来都不用那些东西 更不可能是相思断肠红释放的香味 因为那是只有小五才能闻到的 此时 这是一幅怎样的画卷 绝色少女在木屋前悄然而立 周围有那幽静的树林 天空有那羞涩的星月 那少女手中轻捧一朵动人的花朵 在她背后 看上去傻乎乎的少年 正用那深紫色的梳子 轻轻地梳拢着她那场可及地的柔发 唐三吃了 不断重复着手中的动作 小五也吃了 她的目光中闪烁着曾经的悲伤 妈妈 这把梳子好漂亮啊 怎么会有紫色的木头呢 娇俏的声音在山林中回荡 傻丫头 这是妈妈用紫檀木所制作的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么 妈妈就将这把梳子送给你 将来 如果你真的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 那么 就让她帮你用这把梳子梳头吧 女人的头发 一生之中 只有一个男人才能为她梳起 妈妈祝福你 希望有一天 你能找到那个 可以寄托长发的男人 妈妈 你知道吗 我已经找到了 带着泪水的胶炎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顺着背后男人对长发的疏拢 他的目光落向明月 那皎洁的月光 似乎就是母亲的笑容 长发在树下轻动 柔光流转 这一刻 时光仿佛已经凝固 不论是唐三还是小五 都不愿意破坏此刻的宁静 清晨 史莱克学院大门 弗兰德 柳二龙 赵无极 大师站在学院门前 看着眼前精神抖擞的七个孩子 心中都充满了骄傲 四十集 这是一般魂师 要在三十岁左右 才能达到的境界 而且还是有一定天赋的魂师 可眼前这些孩子 最大的不过十七岁 最小的还不到十四岁 可他们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层次 固然其中有着一些奇迹出现 可更重要的是 这些小怪物们的天赋 是那样惊人 而作为他们的发掘者 弗兰德等人 又怎么会不感到骄傲呢 宁荣荣在小五背后碰了碰他 低声道 小五 你的发辫 怎么输得有点歪 小五翘脸一红 眼神不自觉地飘向身边的唐三 唐三的耳力 虽然不如眼力 但也相当地不错 宁荣荣就在他和小五身边 他的话 唐三自然也听到了 此时也正在一脸尴尬地看着小五 两人目光在空中接触在一起 都不禁赶忙别开 第八十一章 唐三的奥斯卡看出了几分端倪 压低声音 惊讶得道 不会吧 小三 难道你 唐三立刻打断他 少废话 不是你想的那样 今天早上 他好不容易才说服太龙 没有跟着来 太龙的修炼速度明显 比他们要逊色 现在才刚刚突破38级 还没有到39级 而且 太龙也毕竟不是史莱克奇怪的一份子 虽然他一直遵守自己爷爷的指示 把自己当成唐三的护卫看待 但唐三却不能真的把他当成护卫 这半年来 虽然都在修炼之中 和太龙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但偶尔他也会把大师 传授给自己的一些修炼技巧 交给太龙 两人的关系 也从以前的情敌 变成了普通朋友 当然 太龙已经不可能再去打小五的注意 先不说唐三的身份摆在那里 就算没有这层身份 他也明白 自己恐怕永远都不可能是唐三的对手 小五也更不会选择自己 别说是他 史莱克学院每一个学员几乎都知道 唐三眼中的女人 似乎只有小五一个 而小五也绝不会对另外一个男人 假以辞色 有不少试图接近唐三的女生 都直接被小五挡下了 这事 唐三虽然知道 却从来都没说过什么 他们二人并没有在任何人面前 确立情侣关系 可也早被学院中人 当成情侣看待 只有史莱克奇怪才知道 其实唐三和小五之间 确实纯洁得很 奥斯卡立刻流露出一副 我明白的样子 嗯 对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你不用解释了 大家都了解 此时已经不只是奥斯卡 戴木白 马洪骏 甚至是朱竹青 都用有些怪异的目光看着他们 唐三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你们了解个屁 此言一出 众人不禁都笑了 而小五的脸 也变成了可爱的红苹果 嘿嘿 你们在干什么 弗兰德没好气地说道 史莱克奇怪 这才赶忙收敛笑容 挺直自己的腰杆 弗兰德道 我们立刻出发 目的地落约森林 这次虽然有我们四人随行 但有一点 我要事先生命 第四魂环 虽然不像第三魂环那样 有着乘上旗下的作用 但第四魂环 也同样重要 为了让你们 在魂师大赛开始之前 更好地进行实战演练 我和大师商量后决定 这次猎杀魂兽的过程 都有你们自己来完成 除非万不得已 我们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不但不会保护你们 反而需要你们进行保护 这次猎杀魂兽之旅 也算是你们毕业考试的第一阶段 而第二阶段 即使接下来的高级魂师大赛 听明白了吗 马虹君是最不怕弗兰德的一个 忍不住问道 老师 那我们怎样才算过关呢 弗兰德道 问得好 过关其实也不难 第一阶段 你们可以凭借集体的力量 去猎杀士和自己的魂兽 只要我们四个始终没有出手 就算你们过关了 而第二阶段嘛 只要你们随便拿个冠军回来 也就马马虎虎可以毕业了 啊 这还叫不难 奥斯卡忍不住惊呼出声 虽然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天才 但受到年龄所限 实力终究不可能达到逆天的程度 而他们要面对的 却是全大陆25岁以下的精英魂师 想要一直杀入比赛最后关头 并获得冠军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弗兰德眼睛一翻 怎么 奥斯卡你有意见 没 没有 院长英明 弗兰德的脾气 奥斯卡还是知道的 如果自己提出什么意义 恐怕这毕业考试会变得更难 没有就好 出发 弗兰德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一行十一人 踏上了前往洛约森林的大路 弗兰德四人走在前面 史莱克七怪走在后面 弗兰德也不着急 和大师柳二龙 赵无极有说有笑地缓慢前进 看那样子倒像是出来浇油的 弹幕白带着史莱克七怪在后面 低声道 我已经获得了第四魂环 这次你们都想好了 自己需要什么魂环没有 既然弗兰德院长 他们不准备帮助我们猎杀魂兽 我们就必须要有所计划才行 按照大师的计算 这次我们可以获得的魂环 在三千年到五千年之间 效果最好 当然 越接近五千年 对实力的增幅就越大 我的第四魂环 大概是一头四千多年的魂兽 但是 越接近五千年 魂环的吸收也将变得越困难 我想 你们都没忘记 小三上次吸收人面魔珠魂环时候的样子吧 那时候他虽然顶住了 但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 一不小心就完了 所以 你们要赶快想好自己的目标 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 还要考虑到自己所能吸收的程度 众人纷纷点头 大师的理论自然是成立的 但每一名魂师的自身情况不同 所能承受的极限也有所差距 像奥斯卡和凝蓉蓉 所能承受的魂环 就要比其他人明显逊色一些 他们毕竟是辅助细魂师 身体的情况比战魂师差 而像唐三这样 先后受到过人面魔珠魂环霸道的增幅 以及八角玄冰草 与烈火性交疏的改造 身体强韧程度 比同等级 魂师要恐怖得多 吸收魂环的对象 也自然可以年限高一点 唐三道 不如这样吧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具体会碰到什么魂兽 等于到年限差不多的魂兽时 我们向将其打倒 令他失去反抗的能力 然后再仔细辨别他的年限 最适合谁 就由谁来吸收 如果每个人都不适合的话 我们再将他放了 你们看如何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 又是史莱克七怪的灵魂 此话一出 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戴木白道 好 那就这么办 怎么动手 还是由小三进行指挥 唐三道 小奥 在进入落约森林前 你先制作出一批 飞行蘑菇场给大家 遇到危险 也更容易躲避一些 同时 大家不要忘记 你们手腕上的飞天神爪 那不只是可以帮助你们 在不利地形中行动 也可以用来逃命 和抓取魂兽 但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要是魂兽的实力太强 就不要轻易动用 面法给魂兽帮了忙 遇到合适魂兽的时候 我会优先以控制技能 限制他的活动 然后你们集体攻击 只要别将其打死就可以了 奥斯卡 你不但要负责 给大家补给 同时也要注意给魂兽的补给 万一大家的手中了 令魂兽濒临死亡 你的恢复大香肠 不要吝啬 荣荣 你的任务最简单 遇到情况 直接开九宝琉璃塔辅助大家 竹青负责侦查 我 木白和小五 主要负责攻击 都清楚了吧 清楚 弗兰德四人 虽然走在前面 但他的耳朵 始终听着后面的动静 此时听着唐三的布置 这位史莱克学院的院长 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笑容 碰了碰身边的大师 道 小三真不像的孩子 心思缜密 欲试不慌 连知道了自己身世后 都没怎么影响修炼 听说还从七宝琉璃宗赚了一笔 小刚 你把他让留怎么样 或者 让我也挂个老师的名头如何 大师横了弗兰德一眼 道 你是他的院长还不够吗 不论怎么说 小三将来也是从史莱克学院毕业的 弗兰德点了点头 这倒也是 说实话 我真希望时间过得快点 三十年 哦 不 或许是二十年之后 恐怕就是 他们这些孩子的世界了 大师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一丝微笑 要是直接跳过二十年 你 我不也已经老了吗 弗兰德哼了一声 你还知道 那就不要耽误时间 一边说着 他朝柳二龙的方向挪了挪嘴 大师表情一僵 又重新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看得弗兰德一阵活气 可这感情是两个人的事 他虽然与两人都很亲近 但毕竟不能替人家做主 拿大师师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也知道 如果逼得太急 说不定大师就再来一次失踪 那是柳二龙更加承受不起的 从天斗城到罗约森林很近 这罗约森林 也可以说是以天斗城为中心附近 大部分城市中 魂狮猎魂兽的地方 当然 像其中的核心区域 冰火两叶那里 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我最终地化了 优优独特他 帮忙 我可以间 环境